報告委員會 貶次臨時會 自109年6月29日 召開到今天 三個多禮拜時間 我們通過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後續四年經費 預算策編同意案 對新冠肺炎 疫情室內 或是國家經濟發展 將有莫大注意 三讀制定 農田水利法改制水利會 成為公務機關 不僅提升水資源利用效力 未來更能夠及時 防止灌溉水質污染 令完成考間兩院 人事同意前 及NCC人事同意前 期間 過程雖有諸多增值 但最後 容陸立完成國家 憲政制度所負以之執著 再者歷經四次協商 及346次表決 終於在今天通過 國民法官法 穩健完成司法改革這一環 其能提升司法信賴度 最後通過 請行政院 行政部員積極延處如何提升 我國護照辨識度 及強化中華航空臺灣意向之國際識別性等案 以恢復國人 以外食之尊嚴 並確保臺灣國家利益 非常感謝蔡副院長 曹野黨團各位委員 貶院同仁及相關機關 以國家發展以人民福祉為最高考量 連日來犧牲睡眠 臭夜勤勞 甚至挑燈夜戰 24小時不斷電 終能獲得上次工作成果 特別要向大家表示感謝 大家辛苦了 本次臨時會到處結束 現在散會 謝謝大家 表決346次 你們會記得 你們很辛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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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